德国总理舒尔茨14号抵达重庆 展开为期三天 历经重庆、上海、北京三个城市的访华之旅 这是舒尔茨自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 德媒称 舒尔茨此行的优先事项很明确 经济问题放在前面 14号舒尔茨疫情抵达重庆 开启访华行程 他参观了新能源中德合资企业 与政府官员和大学生交流 还来了一场城市漫步 感受中国城市发展活力 在德国世界500强企业博士集团 与中国合作的轻动力系统生产企业 舒尔茨在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后 亲自体验了轻动力模块的装配 并对旁边的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 舒尔茨还通过名为总理团队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账号发布了相关视频 舒尔茨表示 德中企业在轻技术领域的合作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德方愿继续神话德中友好交往 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去年11月投产以来 不到半年该生产企业就成为博士在德国之外 量产轻动力系统最为重要的工厂 目前出品的轻动力系统 已经直接应用于中国生产的卡车上 从零件到组装再到应用和能源供给 一条中德共同打造的轻动力产业链正在中国生长 此前德国发布的2024年年度经济报告显示 轻能产业位列起新一年投资重点之一 而中国在轻能等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让德国企业看到了潜力和机遇 能够成为一个区域 在其他地方会有非常活动的合作 中国是一个市场太大了 我认为德国和德国企业 都没有从中国之间 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称 舒尔茨造访德企在中国的合资企业 传递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信号 此外 舒尔茨还特别给自己安排了一场 与重庆深度接触的城市漫游 感受中国发展的活力脉动 上海是舒尔茨此行的第二站 15号他与上海同届大学学生见面 并参观德国聚合物生产商科斯创的一个创新中心 舒尔茨表示 同届大学本身就在讨论中国 德国和世界的未来 他们要求我们共同前进 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比如气候变化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人口问题 到2050年 全球最多将拥有一百亿居民 据了解 舒尔茨在2011年担任汉堡市长期间 曾经到访过同济大学 并发表了题为 2009年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的演讲 德国电视一台14号评论称 舒尔茨此次访华的优先事项很明确 经济问题放在前面 德国世界报14号称 舒尔茨在一个庞大商业代表团的陪同下访问中国 以工厂参观开始 以政治讨论结束 这可以解读为一个信息 无论我们在政治上如何看待对方 我们的经济关系都在持续 根据计划 舒尔茨16号将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 北京 好 这次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舒尔茨此次访问了三个大城市 代表团还包括了三位部长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德国企业领导人 那么如此豪华的阵容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观察德国总理舒尔茨这一次的访华行程 应该可以看到德国方面有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现在对于德国政府 对于总理本人来说 国内的经济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而自俄乌冲突爆发 对于像德国这样重要的欧洲国家来说 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方面与俄罗斯方面在能源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来切断联系 某种程度出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德国方面也在坚持着相关的政策动向 但是很显然对于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现在德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这才是现实 所以在对华合作方面 德国认为这某种程度是可以走出困境 解决当前一系列问题的一种出路 而另外很显然 从德国总理的访华行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 德国现在也在观察中国的发展 那试图在政策方面来找到一种平衡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西方 美国主导之下 希望欧洲盟友跟进 在对中国的经贸合作方面 产生了更多的打压遏制围堵的态势 尤其是涉及到电动车等相关的领域 以及在高科技方面高小院高墙 德国都承受着来自于美方的压力 某种程度也在做出妥协 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 对于重要的欧洲国家 他们希望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 所以在对华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这些复杂敏感的问题 德国方面并非一味的对华施压 而是希望找到一种所谓的折中方案 一方面能够保持对华合作 而另外一方面又可以给美方一个交代 同时在西方所谓的政治正确之下 还可以寻找一条出路 那么另外从德国总理的访华 以及此前他与法国总统 进行这种战略方面的协调来看 今年确实是中国对欧关系的大年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那这一次德国总理的访华行程 以及近一时期中欧的一系列的互动 都反映出的是 对于双方来说 有合作的诉求 是有极强的意愿 而且欧洲一再说 不希望中国把中欧关系 置于中美关系之下 那么近一时期中美也在进行互动 包括中美元首通话之后 一系列的这种高层的访问 形成也在落实 所以从中国方面释放出的信息 以及德国总理这一次访华行程当中 再次展现出的是 中欧关系是有相对独立性的 而欧洲战略自主 相关的设置的过程当中 与中国来保持密切的关系 出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对华政策 也是欧洲方面正在推进的动向 德国政府此前曾对抖音海外版TikTok 表达所谓的安全担忧 但舒尔茨现在却用TikTok 为其访华之旅打响投炮 他有什么样的考量 确实大家从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这一次访华行程 其中的所谓的TikTok的色彩 相关的互动以及释放出的信息 可以看出的是 涉及到TikTok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软件 或者是说交流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是不是正常的发展合作 会被政治犯化 安全犯化的问题 之所以大家关注TikTok 甚至把西方的政要对TikTok的态度 作为一个风向标来进行观察 应该说一个大的背景 是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 TikTok其实已经被政治化 甚至是被妖魔化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对于德国总理的访华行程来说 他在宣布访华行程之时 就开启了TikTok平台上的账号 开始发布视频 而现在访华行程当中 也通过TikTok发声 某种程度反映出的现实 是对于德国方面 对于德国总理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进行交流 可以重要传播信息的平台 那么我们会看到 在美国国内 确实一方面有一些妖魔化的动作 但另外一方面 很多政要也纷纷重视TikTok 在传播方面 它的特点和极大的影响力 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心态 或者是自相矛盾 其实背后反映出的现实 是一方面在中国的软件 在西方影响力方面 西方更多的是 关注到中国取得的成绩 而另外一方面 又有一些人 刻意地把所有的问题 与安全问题相挂钩 试图对中国进行打压 甚至把很多的问题 作为在中美之间 中欧之间 所谓选边站队的 这样的一个发力点 那从这个德国总理 这一次针对TikTok的态度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 相对理性客观的声音 或者说相对积极 有建设性的动向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在德国以及在整个西方 针对TikTok乃至更广泛为 针对中国的软件 技术 中国的产业 以及未来中国的发展 会有更多理性的声音 从目前来看 还不会这样乐观 但是我们希望相关的动向 会进一步的发展 从一个细节展现出的是 对华合作的重视 从一个细节展现出一些善意 而进而推动更多积极的动向 谢谢苏晓辉女士